西周最後一個叫周幽王 周幽王愛上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我根本覺得她有病 她的病是顏面神經失調她不會笑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那個 當時幽王真的每天做一件事情 他每天唯一重點就是要講笑話讓他笑 可是他都不笑比如說第一天過去 啊美人啊 今天心情怎樣 然後包著臉都這樣 你不要這樣笑一下嘛 我整個笑話給你聽 我有個好朋友叫小菜 他被端走了 然後包事就回他 好笑 然後他每次都心裡受傷 心裡受傷 然後每次在朝堂上開會的時候 真的開到最後他都會問大臣們 大臣們笑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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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讓包事笑出來 我就必定的重重打賞你 笑話笑話笑話每次跟大家急笑話 然後每次笑話急到之後再去跟包事講 然後包事都不會笑 然後最後他真的無奈沒有方法 有一天呢就是剛好不知道什麼節日 然後包事帶上了瘋火台 那瘋瘋瘋上去之後呢 然後後來軍隊就過來 大王什麼事欸 然後來包事 然後包事就 大王說沒事欸 包事就笑了 哈哈哈哈 然後 幽王就 美人你怎麼笑了 製造好笑 哈哈哈哈 戳中笑點 哈哈 就這樣子欸 然後後來每次就 然後後來每次幽王 只要想讓他笑就是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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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尋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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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尋咻咻好幾次之後呢 最後真的全容打過來了的時候 再尋咻咻咻 就沒人理他了 就滅亡了 那再來 這個故事是假的 完全是假的 根本不是真的 原因是因為 烽火台在周朝的時候根本沒有 呀 真實的故事是 當時周幽王真的愛包氏 真的有這個人沒有錯 我相信包氏的姊妹的名字可能也不好聽 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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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之類的不好聽 好然後再來 我覺得包家的人要跟雞家的人 許配才對 來今天是雞包連鷹 好這樣子 來 新蘭光呢雞 然後新娘呢 包 不好聽這樣子 好再來繼續 好回來回來回來 幽王呢是真的愛包氏 真的愛包氏 然後呢 可是包氏不是王后喔 真正王后有另外一個人 然後他愛包氏愛到 他要把太子廢掉 然後拿包氏的兒子來當太子 那這樣子你覺得原本王后的爸爸受得了嗎 受不了嘛 岳父就受不了了 然後岳父就準備出來要討伐幽王 就跟西方的犬龍部落呢 結合起來打幽王 而這個爸爸 他的岳父叫什麼名字 名字也不好聽 叫做生 他姓 生猴 沒有龍啊 只有生猴 OK 只有生猴 沒有龍 好不好 就生猴 所以 什麼生猴龍壓縮 你以為是霍野哥是不是 然後再來 所以 生猴跟那個犬龍 就共同去攻打了那個幽王 幽王就掛掉了 然後掛掉之後呢 王位就到誰的手上 周平王 然後平王在正國諸侯保護下 東遷到洛邑 所以西周就變什麼周 東周 西方